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我们的床位 若是安错了 心神不安 甚至身份颠倒 有的更加的严重 就是发生不好的怪现象 如戳破 其他意想不到的灾难都会来 尤其我们的床位 要特别的注意 孩子床位 脚步不可正充闻 脚步充闻的话 孩子睡不闻 不想上床睡 就睡到地上来 所以说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风水学的问题 有人这样 闻从这边来 孩子的床位 这正充闻 也坐不闻 如果是闻从这边冲来 闻从这边冲来 冲到头部 也睡不闻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床位 孩子这么睡 这么闻 冲了 心脏渐渐的 会无力 两只脚 开始会酸 脚无力 这说不出 原因 你找医生医 也医不好 只要赶快把床位移走 或是 你的床位睡在这里 闻着从这边来 冲到头 神魂颠倒 睡也睡不好 这都是风水学的奥秘 所以这种环境学 是最佳的 风水 所以 平安于佛 大家 不要等闲四肢 尤其孩子的 床位书桌 关系到一家的和谐 孩子书读不好 爸爸妈妈 喜欢老 孩子多病 爸爸妈妈 身份颠倒 这个事情 非常的 灵 各位 微信弟子 你们帮人看房子 帮人指点 画龙点经 在最重要 就床位的 风水学 所以我才利用这么多时间 在一直在讲孩子的风水 床位 书桌 的问题 希望各位 一项一项的记住 你就是 老祖的 圣生 法生 汉化生 你就是 天上 天下 入地仙的 大菩萨 祝福各位